政治焦点 民进党到底要征召谁来参选双北市长 到现在都还没有定案 今年中午前交通部长林家龙 近日第三度会见总统蔡英文 选新北出现了曙光 林家龙虽然说他要先回去跟家人讨论 但是并没有拒绝参选 另外也传出了卫福部长陈时中 江角逐台北市长 那么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 就奉劝陈时中应该要以防疫为重 不过呢民进党表示 下周三将会拍板定案 双北市长的人选 中午住所8号中午好热闹 前交通部长林家龙的坐车 先进到关底 接着是桃园市长郑文灿 谈的正是新北选战布局 总统在劝劲属意的人选林家龙 原本毫无考虑的当事人 这回传出峰回路转没有拒绝 总统林家龙选新北OK吗 是不是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有跟他谈条件吗 总统没多做回应 不过这已经是这个月 第三度约选林家龙 经过一小时的肯谈 让林家龙参选新北市长 出现曙光 但新北对民进党来说 毕竟是相当艰困的选区 这样的消息也让小鸡们期待 母鸡终于要来了 一定要推派出最强的人选 如果今天林家龙部长 就是这一位最强的人选的话 我们也一定会全力辅选 林家龙部长 他绝对是一个超强母鸡 我们真的是非常期待 中央可以赶快拍板定案 带领小鸡往前冲 时间压力迫使民进党双北人选 必须早日确定 现在传出人选下周三 43号中指会就会拍板定案 而台北市几乎底定征召 疫情指挥官陈世忠 不用什么事情 只有选举好吗 事情就是个人做个人的事情 然后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现阶段陈部长还是卫副部长 也是防疫指挥官 他应该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 以及防疫工作做好 才符合人民的期待 牵一发动全身 陈世忠一旦被征召 外界点名疫情中心指挥官 将由行政院副院长沈容金接棒 绿营双北布局逐渐成行 对手已经莫刀霍霍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